10日上午8點39分左右 花蓮市和檢安鄉附近 連續傳出4、5聲巨響 把民眾都嚇壞了 發文上臉書詢問引起討論的聲浪 事後更曾傳出是海軍168艦隊 在進行實彈演習 不過遭到國軍否認 經過了解這個巨大聲響 有可能就是空軍戰機 超音速飛行所產生的音爆 花蓮北區10日早上8點多 連續傳出無次不明爆炸巨響 嚇得網友趕緊上網詢問 搞得眾人人心惶惶 帶您看一下現場情形 花蓮10日早上8點30分 市區吉安新城等地區 都有人聽見很大聲蹦的爆炸聲響 原以為是附近建案在拆除房子 直到接連傳出第二第三聲 以及第四聲才驚覺不太對勁 甚至擔心該不會要打仗了 趕緊在LINE群組分享詢問 嗯 好像是那種空軍 那種飛戰鬥機的那種音爆聲 而且蠻 蠻響亮的 連我車子都叫了 感覺就是一個爆炸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有出來看 但是就好像都什麼都沒有發生 不過會這樣想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中共東部戰區 持續在台灣周邊軍演 需製造台海緊張情勢 尤其共機及共艦 不斷出沒在西南空域 位在戰略第一線的恆春半島 軍事迷也目擊有反艦飛彈車出現 引發討論 叫妳不要進來就不要進來 叫妳不要進來就不要進來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